民进党性骚扰痴案连环报 今天上午才爆出了第二起被害人自己公开的案件 而下午更是接连传出有第三案甚至是第四案 台北新元何孟化出面还原 2018年他担任民进党青年部主任的时候 原名同仁投诉遭到其他部门的主管写情书 半夜打电话骚扰 而江汉仁就是刚刚离任的组织部林姓副主任 男方在脸书留言致歉 但是否认有骚扰行为 而傍晚更有另外一名被害人彭文 说2019年的时候在民进党青年部攻读时 遭遇了职场性骚扰 求助当时的上司时任的青年部主任 不过对方淡淡回应 那你就推掉就好了 好像很难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交代 忍不住落泪向被害同仁致歉 民进党性骚扰痴案争议还没落幕 这家议员哽咽站出来 透露还有第三名被害人 写情书还有晚上电话的骚扰 我们就一起告诉了当时妇女部的主任 这案子又到复密那边 何梦化还原2018年 自己青年部同仍被骚扰 原本要走性骚扰机制的调查程序 但碍于规定被害人身份可能曝光 党中央第一时间竟然想调整被害人职务 表达不满后才改将被指控的加害人 林姓男子平调为组织部政务副主任 一待就将近五年 直到事件曝光 民进党部火速寄出停职调查处分 当事人在脸书留言澄清 没有半夜电话骚扰 写的也不是情书 但对女方造成困扰非常抱歉 大家只要去看那个时间点 就可以知道说 可能我身边所提到的这些 在党务的主管们到底是谁 这方面我就不多做说明 当时有没有被施压 何默化说不出口的名字 就是时任民进党副秘书长 现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家清 而前案都还没查清楚 二号傍晚又有第四名被害人po文 2019年在民进党青年部攻读时 遇到了职场性骚扰 一个会参与大部分青年部工作的男子 多次邀约看夜景泡汤 尽管拒绝对方还是每天传讯息 因为工作只能忍受着骚扰 求救当时上司 时任青年部主任吴俊燕 直淡淡的回应 那你就推掉就好了 虽然吴俊燕看到po文后 已经私讯被害人道歉 但北市劳动局 现在就要好好查个清楚 民进党一起又一起的性骚案 处理到底有没有熟失 接下来到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